我們要去瑞士 你要從聖母院要到瑞士 差不多要三個多小時 四個個五百多公里 所以就出發了 我們在康律 廣播金又來了 這支真的沒有 沒有... 農一個五千塊 農一個五千塊 阿貴的妹妹還給你 我們的乘客跟空姐講 用台語講說 空姐答錯了 你要吃什麼粉 我吃什麼粉 這樣快 我要吃米 你要吃什麼米 漂亮喔 你是我的 哈囉 說沒事的都會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倒是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好 好 這個出國 時間寶貴 但是呢 等人呢 等到原地崩潰 真的會耶 有時候被他們一拖累 後面的行程都泡湯 我常常在等老婆啦 老婆說你在那邊等我 女生一到購物店以後呢 對 然後手機呢 他就蓄意不解 時間就這樣拖走了 來 歡迎今天的來賓 OMG...我們的 大家好 中國經驗很豐富 對啊 還有旅遊達人 韓洛子 你好 謝謝 來 我們的賴薇如 謝謝 張明 楊晨熙 耶 出國旅遊哪種等人的狀況 最浪人火大 來 順哥 上面還畫一個漏斗 恭喜美西七日遊 警察做筆錄 人生出國幾百次 第一次出國很快就回國了 有一天我跟老婆搶好了 要去京都 當天晚上很緊張的把行李打好 第二天 他的一咖 我的一咖 然後呢 因為兩咖呢 在那個朋友路上 會出現一個聲音叫 就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呢 待會呢 哪一天都叫了一步呢 台灣大車隊 打開 放進去 一上去 我說 幾點 從家裡開開開開 我就說那個機票我看一下 因為他說 我們現在出發差不多 早上九點多 十一點多的飛機 有去到那裡 好 OK 一上車 司機大哥 我們可以右轉了 我們再回去 他說回去哪裡 回去我們家樓下 因為呢 你呢 飛機板表給我 你說十一點的飛機嘛 人家是 飛機已經早上飛走了 到了時間十一點 你們當作十一點才要起飛 對 所以呢 車子呢 不到十五分鐘又回到家了 第一次出國 十五分鐘之後回國 回到家囉 然後回到家 打開行李箱 趕快 趕快 好 趕快再看下午有沒有搬機 因為飯店什麼都訂了嘛 OK 下午呢 四五點有一班 趕快 差不多是晚餐之後 到了 到了大阪 我老婆說 我已經高鐵票幾點了 OK 沒問題 order好了 這兩個我負責嘛 上個火車 兩個蹭蹭 我們是來聽廣播句是不是 兩個蹭蹭 這樣坐下去呢 那個我老婆就突然間看到 怎麼了... 剛剛護照放在 買車票的地方 好可怕喔 高鐵要走了 四四 趕快跑 他跑去買票的地方 然後又跑出來 我還在 他兩隻手彈跳說 沒有 我就去問了一個幫人家 我跟他說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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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日文也不會講 他說PASSPORT 很重 他就開始一直卡通 打了三個單位 都沒有人 沒有人檢查 沒有 姓王 王蕩 王蕩 在裡面就 廣播了 趕快 趕快 他在叫我們的名字 怎麼感覺 像在北韓 新創車 然後就去到他們的 所謂的他們的住警的 那個派出所 然後去做庇護 去登記 我要拿我其他的證件給他看 他才確定那兩個是我們 好 一回來 高鐵都沒有了 我們要去坐巴士 好 還好巴士坐到了 去到那邊呢 已經11點半 晚上11點半 一天都沒了 對 一天都沒了 京都難 京都為什麼那麼難 所以搞到12點才終於可以 終於Check in 好辛苦喔 但我也有一個 而且我要控訴的人 就是綠茶 對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去年 好像去日本滑雪 然後因為我一直想去 看那個迪士尼的遊行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人 我們其他都是兩個兩個 然後他就一個人 坐雲霄飛車的時候 他是跟另外一個人一起坐 然後坐坐坐 下來我就說 那我們等一下去排隊排遊行 他說好 然後他說 我手機不見了 我手機不見了 然後就大家很慌張 幫他找手機 然後就開始一直問 一直聯絡那些工作人員 最後終於找到了 然後他就說好 那他去哪 然後你們在這裡等我 他又去哪 然後哪就消失 一個小時不見了 然後我親眼看到我的遊行車 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我就心都碎了 然後後來綠茶終於回來 我就說你去哪 然後說我去大便 氣不氣 很久了 氣不氣 我就親眼拍到 這是我唯一拍到 一張米奇跟米妮 我唯一都 我超想哭的 那迪士尼很貴 一張門票 然後我最後只拍到這個 沒有看到遊行 沒有看遊行 只有拍到米妮最後跟我揮手 他就進去了 我一次在香港迪士尼 我一次忍到機場 一摸死人了 手機 也是手機 那怎麼辦你馬上要回響 應該在飯店 那我老婆算是處理這種危機 能力很強的人 也不會講廣東話 英文也沒辦法 但是就字字烏烏的 盡量溝通嘛 終於對方聽懂我們的意思了 可是飛機要起飛了 那一次跟接力賽沒有兩樣 那個工作人員跑... 他感覺喔 因為那附近很難停車 他應該很遠的地方就下車了 跑到很累 然後弟弟跟公共人員 這兩個人接著 然後又跑... 在最後一刻交到你手上 對 交到手上然後通關這樣子 對啊 還好他手機沒有不見 不然就死人了 我理由他手機不見 來 飛入 剛剛講到等 我覺得最怕的就是 你知道這件事情 換氣 你知道等換氣是什麼嗎 就是很多人就是 會有抽菸的習慣嘛 對不對 我那次跟我朋友去英國玩 然後我們一群人去英國玩 然後我們去那個海德公園 然後我們還在那邊 很悠閒的一些就是 你知道衛鵝啊 看看風景啊等等的 但是我朋友就是會 一天到晚就開始要去想說 在這麼好的環境裡面 他就說 然後但是現在英國或是歐洲 他們對抓抽菸這件事情很嚴格 公園也不行 公園都不行 那邊環境非常的好 對 很大 所以他要走到外面去那邊 然後找到一個吸菸區 所以我們都要配合他 然後要到那邊去 然後常常一走就是 找個十幾二十分鐘左右 有一天呢 他就突然就是 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然後要準備要去吃飯 而且我們要訂的那間餐廳 是我提前一個多月前 然後請我朋友幫我訂的餐廳 因為那間餐廳 是可以看得到 很美 然後是一間網紅餐廳 然後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呢 重點是你還要先預付訂金 那時候我們逛街逛人街的時候 他就說他想要去 就是要去吃飯了 我就說差不多要走 要去吃飯了 他說他要先去 就是呼吸一下 就要去呼吸了 對 我就說你等一下嘛 你忍一下 你到那邊的時候再去呼吸嘛 他說不行不行 我現在就是很想要趕快先呼吸 因為剛逛很久了嘛 這口氣沒吸到 很難受 對 他就很難受 然後為了陪了他去找了那個吸菸區 找了二十分鐘 我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要趕快去吃飯了 去餐廳了 然後就很緊張 你知道嗎 我還趕快 就他抽完的時候 我還趕快隨便 你也知道英國的計程車 是非常非常貴的 所以我們那一趟 坐了兩千多塊 然後到那邊 對 裡面塞車 你知道吃飯時間塞車 然後到那邊 然後好 如果你到了 然後衝進去的時候 天啊 我們晚了十五分鐘 被取消了 被取消 他們很嚴格 對 就是那一根煙 你知道就是為了換氣 有的沒吸到那根煙 他沒辦法耶 他就極度焦慮 就飛機上有搖滾上 一定硬要抽煙 那小姐說 這裡不能抽煙 那你告訴我 最後給我個答案 哪裡可以抽 我就去那裡抽 我不會麻煩你 有沒有 你就到那個飛機 翅膀上面抽 對... 然後他們打開 然後去飛機的時候 對... 有的乘客跟空姐講 用台語講說 空姐 他說 你要吃這個煙 我吃這個煙 這樣比較快 我要吃米啦 妳要吃什麼米 有了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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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喔 妳是我的啦 鬧劇過了 來 可惜 等這個也很煩 很久醒 我們一群朋友嘛 也是去首爾玩 但是呢 會因為 就是大家預算不同 住的飯店就是也不同 我們是住在 比較宏大 靠宏大的那裡的飯店 然後比較 比如說有品牌的 有兩個 一對情侶呢 他們就想說要省錢 然後他們就去住了 人船那邊的 比較商旅的 我們每一天的行程 其實又是綁在一起的 就變成說 我們每一天 一定要在他們 或者是我們的飯店集合 我們等他們通常是比較多 所以就是等於是說 好 那這幾天 都來我們的飯店集合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都很奇怪 他們每一次來 我們都等超久的 比如說 我們說九點集合 但是他們到的時候 可能十點或十點半 然後第四天的時候呢 很奇怪 因為已經不是九點等到十點了 是等到十一點人都還沒出現 我們就覺得 好可怕喔 是怎麼回事 然後打手機那些 都沒有接 那我們就想說 會不會是 在國外發生什麼事情了 對 我們就想說 還是我們就坐過去看看 然後我們就 好 大概地鐵就過去 他們的飯店 然後我們在外面 一直狂敲門 但是呢 你又聽到房間 裡面真的 對 就很怪 然後就是輕輕輕輕輕 但是就是沒有人來開門 我們在那邊等了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 後來 門終於打開了 然後他們就 對不起 我們兩個 好像有一點發燒感冒 你聞起來怎麼是酒味 就很重的那個就是一講話 韓國有教我 把台灣的藉口 麻煩因為韓國有了 後來終於破案了 因為我們那個床一掀起來 下面 擺滿了大概 二十幾罐的空瓶 燒酒瓶 燒酒瓶 他們昨天一定就是喝到很晚 然後喝到今天宿醉 然後起步來 那一天的行程是要去滑雪 對 然後那天滑雪的行程 就這樣子就泡湯了 滑雪一定要一大早 對啊 而且喝鏘的情況之下滑雪 很危險 沒有辦法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還好